大家好,今天嗓子哑了,我中感冒,在异国他乡 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分享一下 看了最近有一个博主在想玄学 然后呢,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我,说我身边的事 心里特别有共鸣嘛,特别急于想把这个事跟大家讲一讲 算是我的一段不为人知的,我遭遇,经历过的一段比较令我毛骨悚然的事吧 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吧 因为我们都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嘛,不太相信那些怪力乱神 是吧,都市传说也就是听听而已 像我在十年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东北跳大神的 我呢,让他给我看过事,当时就半信不疑嘛 因为他看的事就还算是比较准吧 我就觉得他有点装神弄鬼的,是吧 后来呢,还有一个朋友呢,是他们的整个一个村里边全是看事的 全是大仙,他呢,现在也去这个福建那边出家了啊 就一个正常的一个小孩,没有像我们似的找工作啊 打工啊,或者去赚钱,而是去出家就感觉挺不走寻常路的 是吧,但是最后这件事呢,是彻底的改变了我啊 就是我父亲的事情,我父亲在临终前后吧 曾经遇到了很多灵异的事 其实现在想一想,确实是灵异的故事吧 就是那个博主啊,前几天看的那个博主突然就点醒了我 大家可能都知道在18年的时候检查出肺癌 中期,后来大夫让做化疗 做化疗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父亲基础病也挺多的嘛 就出事了,怎么出事呢 那天在打化疗的时候啊,他是在医院里边打嘛 呃,请了一个护工 突然那护工早上跟我们打电话说 赶紧过来吧,整个指标全乱了 人也昏迷了,哎呦,赶紧过去了以后吧 那个大夫就说,要签病危通知书 看父亲情况非常不好 然后心脏有一个指标就突然上去了 呦,这时候就像当头打了一大闷棍是 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赶紧就联系这个ICU病房嘛 ICU在另一头嘛 他就直接给拉过去拿救护车 然后当时父亲的情况非常的不好 父亲进ICU非常的及时嘛 所以他就有点这个心脏出了心肌梗死了 耐受不了那些化疗的药物嘛 得亏就是比较及时 ICU的大夫,值班大夫就跟我讲啊 说你父亲已经脱离了生命的危险嘛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进去看看了 他已经苏醒了,清醒了 然后呢,再过几个小时可能就可以出去了 我一想,呦,这不好事吗 是吧,我还以为签完病危通知书 基本上人就不行了呢 然后呢,我就进去 进去以后呢,别人那个ICU上全都躺在那 机器在那滴滴滴的小啊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 我是你儿子啊,谁谁谁啊 他说,呦,我怎么在这儿啊 这什么地儿啊,怎么怎么着的 就开始说那些,特别不招四溜的话 就感觉到,呦,这人怎么精神上不对啊 对吧,呦,我就一想 他也没发烧,也不是说烧糊涂了给脑子 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突然又说,呦,小木头哪儿去了 咱们家那小木头 我说,谁是小木头啊 他叫那什么什么狗 我说,咱们家狗也不叫小木头啊 是不是啊 我还说,呦,又看见什么东西 那那没东西啊 我说那没东西 我一回头,那不就是一堵墙吗 是吧,他说有什么东西在那经过 哎,我说行了,你还是闭上眼睛吧 好好休息休息吧 然后呢,就跟大夫交流了这个情况啊 当时我姑姑,我哥哥也过来了 然后进去,我哥进去以后 他也不认识 他就是后来又跟他说是谁 怎么怎么着,安抚他一下 然后大夫说啊 脱离危险了,各项指标正常了 进普通病房 然后再到普通病房再观察 再找专家去会诊一下啊 这就不是说危重病的范畴了 那么进了普通病房以后呢 我父亲呢 他就给他做这个打点滴嘛 那个护士不是给他每天就是按时的书页吗 然后呢,他一看到护士 他还微笑说 呦,护士你长得挺漂亮啊 多大岁数了,怎么这么着的 我一想,哎呦 我就当时就弄我一大红脸 我说我父亲原来不是这样啊 他又问我呢 你现在还没找女朋友吧 我说是啊,哎呀,要不然 咔一下把护士的手给拉过来 咔一下把我说 哎呀,你们俩先就成一对呗 是不是 哎呦,我当时就特害臊嘛 然后,哎呦,怎么能说这个话呢 在光天化大庭广众之下 那旁边还有其他的病人 病人家属呢 让人听见都笑嘛 弄得人家那个护士也一大红脸 我父亲可从来不是这种人 就感觉他性情大变 变了一个人呢 一会儿又说,哎呦,你看那墙上 我说这不就白墙吗 我说,哎呦,那墙上怎么有几个字啊 什么的,我说什么字啊 他说什么毛主席万岁无将 什么什么红卫兵造反牛李 说这些话 哎呦,当时我弄得我都哭笑不得的 我突然当时想起一事儿来 看以前我爱我家里边那和平 他不是受刺激了以后 还是怎么着 醒来以后,就那个什么 忘事了 是不是,哎呦,我父亲断片了 他是不是回到文革那期间了 我就想到是这个 我不会说以后 得慢慢帮他再回忆吧 我们也打扮成那个 红小兵,红卫兵那个 那种样子 然后带他再重新恢复他记忆啊 记忆缺失了 是不是,哎呦,当时我想 这这可能麻烦了 赶紧找大夫吧 找大夫问吧 然后那个大夫呢 就说请这个专家 精神科专家来会诊来 结果精神科专家又过来了 帮他去测试 然后呢 精神科专家后来就跟我们说 他是什么状态呢 是说可能是打的药物太多了 因为化疗嘛 最后又这个抢救 注射了很多 这个心脏恢复的药物 导致他这个精神上 稍微受到了一些副作用 药物副作用的影响吧 再观察一段时间 后来我就想那好吧 希望他能早点恢复吧 是吧 当时我的另外一个姑姑就提到了 说,哎呦,谁这是看事的 我到老家去找一看事的给他看看 哎,我当时突然就想起来 哎呦,这事靠不靠谱 我有一同学正好是 他是研究奇门遁甲的 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了 然后他呢,就听说我的这个事情啊 他不在北京呢 当时是他说可以远程给他看事 找的一些知名的一些 在这个道家比较知名的人给他看 然后但是呢 先跟我说了一句 就说这人只要一做完化疗 那么我们这奇门遁甲术就无力回天 就等于是他的命就注定了 所以说你看和不看都是那个结局 我说,哎呦,那这样的话 那我再考虑一下吧 后来就没找他看 也就过了几天吧 就突然有一天早上 他就正常了,知道吧 他突然间就认得我是谁了 然后呢,语气腔调也变得 跟我以前的父亲就一样了 哎,想好了 这下就想起跟那和平似的 突然有一天就恢复记忆了 是吧 哎呦,我就心里边就放松下来了 然后赶紧跟大夫说 大夫就说啊 那其他没什么问题就出院嘛 然后你们再寻求其他治疗方案嘛 我就问我父亲 你前几天是怎么回事啊 他呢,就完全就跟喝完酒以后 断片的那种感觉是 他就记得 他从做化疗昏迷之前的那些事 他都记得 之后再醒来的那些乱七八糟 说胡话 不记得,一概不记得 然后但是呢 他又说了一点 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梦 我说你做什么梦呢 他说的还都跟真事似的 他就说 他梦见自己坐着小火车 这火车上一堆人 沿着这小轨道就往西边走 西边是香山嘛 就往香山那个方向去走 然后呢 这个小火车上的人全部都下车了 只有他没下车 为什么没下车呢 他不想走 还没跟家里人交代什么事情 完了 前面人呢 就一个个的 就接受审判似的那种感觉 他跟我亲口说的啊 他说那些人一个个审判完了以后 都往西 就驾赫西去了似的 那种去了什么天堂 还是地狱了 就不知道了 就他 他说那个 那个阎王还是谁 就给他宣判 就说 既然你留恋陈世间的东西嘛 再给你两年 是吧 你再去跟家里人 好好朋友之间的 去跟他们再道个别 是吧 然后呢 他就坐着那车 就他一个人回来了 哎呦 这个 他说这事 我说 这个梦 真是挺离奇的 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 是在2019年的春天 三四月份的样子 然后呢 你们也知道 就是我父亲呢 出了院以后 化疗也做不了了 但是这个病情还在恶化之中啊 之后 呃就 搞了这个 最后的希望就是靶香药物 就治疗嘛 做了什么基因检测 然后试药 哎 最后拿这个靶香药物吃了以后 还真的挺起作用的 他这个病情就没有再进一步的恶化 进展 是吧 直到到2021年的春天 正好那天 那一段时间 我不是出去了吗 到广西去 突然有一天 我父亲又不舒服了 就是一直用这靶香药物都挺正常 他又不舒服了 那赶紧当时就是我妈 紧急的带他送到医院里边去 然后呢 由于这个医院的就诊过程 啊 废了一定的周章 到了医院的急诊室的 这个 清晨吧 突然间就这个猝死了 然后那个整个心脏 又是心脏的问题 那心脏指标一下子就上去了 但是这次呢 在医院里边抢救过来了 这是发生的2021年的4月底 他猝死了 但是后来抢救过来 抢救过来了 这次又进了同一个ICU嘛 同一个医院的ICU 但是这次进了ICU就跟两年前呢 进ICU就完全不一样 这次心肌细胞严重受损 百分之七八十都受损了 恢复过来了 只能插着氧气面 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运作 然后大夫说想要恢复不容易了 让我们尝试着拔管 拔管如果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这个我拍过视频 是吧 结果他拔完管以后还可以 但是只坚持了几天 在六月初的时候 突然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然后就离我门儿去了 那个两年时间 他给了两年 我掐指一算 确实是两年 对吧 而且又是同样的心脏出现的问题 那我就搞不懂了 他做的这个梦是真梦还是假梦 还有就是两年前 他从ICU里出来的时候 那个性情大变 是不是灵魂附体 是不是亡灵附体 因为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嘛 我知道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亡灵嘛 在飘荡在医院的停尸房啊 或者ICU那附近嘛 就是趁他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 进到他身体里边来了 当然没多想嘛 只是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 其实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他刚去世的那一刻 我们家摄像头记录下来了一些更灵异的事情 还有我们家的宠物也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这个事呢 我就不想再多讲了 占用篇幅 同时呢 我也想把它作为我心底的秘密留存下了 其实父亲死后呢 我一度比较的伤心难过 一直没有恢复我本来的状态嘛 但是呢 后来我就在前几天看到一个博主在讲这个事的时候 我一想 他对这个死亡的讲解让我产生了共情 让我觉得其实人死了并不是一切的结束 我觉得死亡 现在我在想死亡只是一种形式吧 就是我父亲 他可能真的只是从我们的这个世界到了另外一层空间 另外一个世界里边 我不相信他已经彻底消失了 人死如灯灭并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以人格担保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吧 后来渐渐的 动摇了我的想法 科技大佬马斯克也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我们真实世界存在的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 我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 马斯克的智商和他的影响力 绝对在我们所有人之上 对不对 他都这么认为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执着的认为 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神鬼吗 所以说我慢慢的相信人有轮回 我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远超于我们现在科学的认知 我看到那个博主说的挺对的 他说死亡就像一场考试一样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场考试 大考对吧 但我们提前先熟悉一下考场的环境 并没有坏处 不要排斥那些有神的东西 不要排斥什么玄学 算怪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去用心去倾听别人 他在讲什么 他讲的东西是不是有道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些玄学灵异的怪事情 你们经历过吗 别走呢 我呢去到了三十年前 我的故乡吗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个时候父亲和我的一段父子情 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在北京西边古城路站 这以前是没有这个星座大厦的 这以前是守刚的这片地吗 很多都是守刚职工 但是我们家人不是啊 我爸不是守刚的 这就是长安街延长县吗 原来这是断头路 前面就是守刚的园区 现在全部打通了 这条路就直通天安门 然后我父亲以前是骑一辆二六车 载着我回我们古城路的家 小时候最爱吃的 百年一例 原来这里有503吧 好像是 现在都变了 变成318了 三十年前 这就是一包子破 特别好吃这包子 现在还在呢 但是可能不是原来那个老板了 古城公园 原来冬天是吧 父亲老带我滑冰车 门口老有一辆那个菜票车 还中过奖呢 中的奖就是饭喝 快到我们家了 这现在这路修的真整齐干净 就是周围的车比较的多 到了 这就是父亲以前 他们单位给分的房子 就是这个楼 这是一栋老楼 布梯房嘛 原来没有这个铁栅了 现在全部都给封起来了 小区封闭式管理 这外立面重新粉刷了 这楼 这是一个布梯房嘛 原来就住在这个上面 哇 还能看到我们自己家呢 但是后来这个房子呢 属于单位的产权 由于搬家的时候 就还给单位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在这住了 这是我们家楼下的 那个小花园 其实没什么变化 那小狼子还在呢 30多年都没变化 30多年前有一部日本的动漫嘛 叫恐龙特级特赛号 然后只要这个晚上一开播 这院子全没人了 全部都回家收看 哎呀 那时候日本的动漫真的是 影响了几代人呢 30多年前 我爸他们单位挺有钱的 还扛着那个摄像机 有他们的同事的拍vlog 30多年前就拍vlog 但很可惜 现在没有那个媒介去收看了 因为他们当时是用的 这个录像带 就是那种磁带的形式 现在已经没有录像机了 很可惜啊 也许我以前觉得父亲没了 那就是一切的结束吧 但是现在可能我父亲还在上天 或者是另外一个空间里在看着我 他并没有彻彻底底从整个世界上消失 整个宇宙里边消失 嗯 他那古城的大包子 还那么香